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9号星期五 现在货币理论昨天讲了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和一个质疑 今天讲一个现在货币理论形容成为欧美央行当前主要的理论工具 但是这个实际上主要还是对现在货币理论的一个质疑 前半段是咱们中国这边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他的一个质疑 然后就是说实际上是反对这东西的 认为中国不应该搞这个 后半段是我一个网友对他的一个质疑 也是听了昨天那段之后有一些自己的质疑 然后我们来这个简单的来讲一下和分析一下 首先来讲我要跟你说 就是说我基本上因为从这期来讲 我没办法 我只能站在就是说算是支持现在货币理论的这方面 你明白吧 因为中国经济专家是反对他的 因为中国现在没搞 你知道吗 他现在是反对他的 我这网友也是反对他的 那么我如果跟他们一起反对 那这期就别录了 大家一起去咒骂他就得了 对不对 而且如果是大家一起反对的话 刚才我就不讲现在货币理论 你像米赛斯高的经济学的六堂课 讲了一堂 后面我都不再讲了 就让他去死吧 你懂了吧 所以就是说 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 还是我拿这举例子 就是说欧美日本在搞什么 群体免疫 中国习近平在搞什么 动态清零 对不对 这两个谁对谁错 能说得清楚吗 其实不太好说清楚 你明白吗 你说我一定支持群体免疫 反对动态清零吗 其实我也不是 我一定支持群体免疫 和反对动态清零 我也不是 其实我是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 我甚至我说 就是说我们应该讨论 20年之后 我们到底应该是 如果再有疫情的话 我们到底应该动态清零 还是群体免疫 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但是他这里边有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 携起手来 去做同样的事情 你没有意思吗 那如果大家不携起手来 一起做的话 那就没办法 就是说如果我的前提是 我有个大前提 我支持群体免疫 一个大前提 因为担心什么 就是说欧洲 美国 日本 全部都选择了群体免疫 并且他们就这么做了 死活也不改了 你拿他也没辙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只能群体免疫 那个时候 你再来了 你跟我探讨 是群体免疫对 还是动态清零对 那你属于缺心眼的行为 你知道吗 那东西就没什么好探讨的 你就你没辙 你没有选择 现在这个现代货币理论 也好 或者用一个 就是说比较传统的 这种呢 就是说债务货币理论 那么能不能探讨谁谁错 从理论上是可以探讨的 你明白吗 但是有个大前提 前提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做 如果我们一起都是一个负责任的 态度来对待债务和货币的话 全球都这样 这个OK 我支持 我们都是动态清零 我们都一起写出来 我们把病毒干死 对不对 但是如果大前提改变了 当美国欧洲日本 就是一定要搞 现在货币理论了 你让他一点折也没有 你怎么劝他也不听 他就这么搞下去的时候 你还坚持一个负责任的 货币理论 你自己找难堪 你自己找死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我支持他 不是我支持他 你明白吗 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支持他 我也不一定说他是对的 我也说了这个体系现在不完整 有很多东西还在探讨 甚至有一些有质疑 没有问题 我不是说我站在这死支持他 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现实情况 你如果愿意打开眼睛 看这open your eyes 去看世界的话 你会发现美国 欧洲 日本 不管他嘴上怎么说 也许他承认 也许他不承认 他在走什么 群体免疫的路线 他现在央行在干什么 在做现代货币理论 按照这个方向 在做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没有办法去探 我们不是说我们去探讨 你说这是错的 这是假的 我骗你了 对不对 那就没办法了 你如果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的话 就是欧洲 美国 日本都在搞群体免疫 你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话 我们没法谈 就是我们谈的一切 一定要基于这个事实为基础 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 Ray Dalio那个话就在这了 就是说 Ray Dalio就是说 人生成功 八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面对现实 认清现实 从现实出发 我现在给你讲的就是现实 我让你认清欧美 欧洲美国 日本在干什么 你要认清这个事实 然后从这个事实出发 去探讨问题 如果你不承认这个事实 你不承认欧洲 美国 日本都在进行 现在货币理论的话 你如果不承认这一点 你认为这是假的 这是我骗你的 那么你就没法谈了 因为你不从事实出发的话 我们没法谈 你懂吗 就是你从事实出发 我们谈 你不从事实出发 咱就别谈了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 目前来讲就这么个事实 所以当这个事实出现了之后 我们再去探讨 到底是动态精灵队 还是群体免疫队 已经没有现实意义的基础了 从现实的层面来讲 没有基础了 你明白吗 所以我讲这一切的东西 我知道我这个思想 非常的复杂和矛盾 你知道吗 一般人理解不了 但是我已经尽量讲清楚了 你能理解就理解 理解不了就没办法 咱们这个频道就这么个频道 就是给20%20%做的一个频道 我相信80% 80% 根本就听不懂 我这几句话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就觉得 你在绕什么呢 你反复复复再重复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你不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 那我也没办法 你能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就听 反正讲到这儿之后 我也知道能听懂 能听下去的人 越来越少了 但是我尽量给最后的 这20%的20% 讲清楚 我到底在想什么 好吧 所以你要明白 我虽然这一期 因为他们都在怼 这个现代货币理论 我这一期都在 为现代货币理论去辩护 但是我并不是说 百分之百 义无反顾的去支持他 只是现在没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现实情况是 欧洲美国日本 都在做这个事情 他们都在群体免疫 我在辩护也好 不辩护也好 都没有用了 你只能跟随 除非有一天 你可以不争存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的经济 你的军事实力 你的各方面实力 独霸全球 欧洲美国日本 加在一起 也没有你牛逼 那个时候 你可以来探讨 但现在你离 非常远 你不要说 他们三个家一起 经济比你好 或者三个家一起 比你军事实力强 他们单个拿一个出来 你都不好弄 你都不好得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一点折都没有 好吗 那么我们第一次大前期 我们进入今天主题 先说 我一定要说清楚 前半段 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们 在怼 这个群体 那个不是怼群体 在怼这个现代货币理论 好不好 咱先说 这些都是一些经济学专家们 然后后面到网友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好吧 我们把它区分开 这两个区分开 现在先讲的是经济学家 中国一些经济学家 对现代货币理论的 这种质疑 首先来讲 在探讨一切之前 他先讲一下 现在货币理论的一个诞生 和它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觉得讲这个的话 比我们讲前面 纯理论的要好一点 因为它都是从现实出发的 从实用出发 然后也更简单 一懂一点 我们以来说一下 他认为诞生的 大概在20世纪 90年代 这实际上是不对的 其实在之前 在国家货币理论的时候 当然 国家货币理论和现在货币理论 其实不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准确的使用 那可是诞生的 但是你如果说 国家货币理论诞生的话 是在前面 如果说现在货币理论 差不多就20世纪 90年代 布林斯林体系垮台之后 才逐渐的形成了 20年之后才逐渐的形成了 到最后 实际上是苏联解体了之后 这个东西才 大家在反省 就是苏联为什么解体了 就是欧美 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获胜了 实际上是71年 布林斯林体系解体之后 才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对这前20年 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就出现了这个东西 好吧 那么是迎的凯恩斯主义 国家货币理论 内生货币理论 为基础演化而来的 那么凯恩斯主义 国家货币理论 内生货币理论都在之前 但是现在货币理论 是在20世纪90年代 就讲明白了 好吧 那么不同于传统的货币理论 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 任何一个独立的货币主权的 政府的财政能力 不应被财政收入预算所限制 这个之前我们讲的事情讲到了 就是说 假如我是一个物业公司的话 我不应该有多少户 我收了多少物业费 拿这来限制我 实际上不应该拿这限制我 我要让所有的 我这个小区的 就是说我这个国家的人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是以这个为准成的 那么 所以我到底在里边 花了多少钱 我为他们创造多少东西 这个没有限制 只要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就行 懂吗 所以 就是财政支出的不足 可以通过货币化进行弥补 就假如我钱不够了 那么我进行 我通过货币化 就是把我的债务货币化来弥补 政府的首要目标 在于创造总需求 而财政和货币都只是手段 就是说政府能不要做 一旦我需求不足 我就创造需求 如果需求过多了之后 我就创造资产 不管怎么着 我帮着我的整个经济体 就是说在扩张我的资产负债表 这里边财政和货币都只是手段 不论是什么 无所谓 明白吗 就是说完全从思想上解放 当然一定要明白 它这一个大前提在这儿 就是说是任何一个独立的 货币主权的政府 一定是以这个为主体 这个再次强调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政府在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过程中 主要受制于通货膨胀 还有 当然他这点没有提到失业率 但实际上我给他补充一下 我给他补充一下 还有失业率 主要受制于通货膨胀 和失业率的硬性的约束 也就是说理论上 我应该 我无否备 我想花多少就花着钱 对不对 但是现实情况不行 你要跟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走 如果通货膨胀高了 然后失业率太低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进行一个收缩 去调整 明白吗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做饭 明白吗 然后呢 在这里边会出现一个问题 很多人误以为 他误会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搞现代货币体系的话 就是没完没了的去花钱 没完没了的花钱 无论如何我们都往外花钱 这是错误的 明白吗 好 做饭是一个 把生饭做成熟饭 是一个加热的过程 但是是不是就是没完没了的给它加热 即使烧糊了也要加热 烧干了也要加热 烧化了也要加热 所以我把这锅都已经烧漏了 这锅这锅的铁都烧化了 把这个铁烧成铁水了 还要加热呢 当然是不是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我跟你说 你看 在传统的时候 以前啊 在这个就是说 原始部落的时期 就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说 说我们应该吃熟食 那最早的时期 其实都是吃生食的 后来呢 他们发现了 这可能据说啊 是什么这个天打雷 然后着火了 着火之后 下午之后 把这个动物就给劈死了 劈死之后呢 着火了 把动物烧熟了 烧熟了之后呢 他们拿着吃还挺好吃的 发现这不错 对不对 然后有的人就开始玩火 知道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在原始部落里边 就出现了两派 一派呢 就觉得呢 我们应该用火 把这些食物烧熟了去吃 味道更好 也更有益于吸收 那另外一派呢 就有一个观点 就是什么 就是说玩火者 必自焚 我们住的房子 都是木头搭的 我们那个时候 他不敢用火 知道吗 你用火之后搞不好 引发火灾 把这个房子点着了 把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居无定所 把我们人都烧死了 因为你找 刚开始玩火嘛 你不会玩 不小心风一吹 之后房子着了 甚至把人烧死 出了火灾烧死人 他说你这么搞 为了你自己 满足你的一个口福的 一个口腹的 这么一个私欲 你用火 把给我们带来了 最后呢 说你们这帮人呢 都是邪教 世纪的巫术 叫什么叫 拜火教 就是你们崇拜这火 你们把火 当成一个宗教信仰了 去拜它 就任何东西 都要搁在火上烧 你才吃 如果不搁在火上烧呢 你就不吃 但是实际上 那些菜叶子 我们拿来直接就可以吃 你是不需要 搁在火上烧的 在原始部落的时期 明白吗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双方就发生了争斗 那最后呢 可能是因为吃熟食的 这些人 可能我不知道 吸收的更好 身体更好 然后最后呢 把那些呢 就是说仇恨 火的这些人呢 都宰了 都杀了 都过来煮了 都吃了 不知道 就开玩笑啊 那么最后呢 这个火 就奠定了人类的一个基础 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有几大基础 有几个转折点 第一个 就是从人类不知道如何使用火 到慢慢的到最后知道怎么钻木取火 怎么去煮东西吃 怎么烧东西吃 怎么再对这些食物进行加工 进行消毒 然后让它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 因为人类使用了火之后 我们在吃的食物更有利于我们吸收 提高了我们的质力 提高了我们的体力 我们人类才一点点的在进步 但是在使用火的过程当中 给人类造成了非常惨痛的经验教训 很多人被无辜的烧死了 很多次的 由于这个使用火的不小心 导致出现了火灾 那在去年到今年 中国我记得有两处或三处地方 都是因为这个 就是这个燃气管道泄漏 导致这个爆炸 而且爆炸功能非常的巨大 据说就是炸死了 你要坊间流 官方说可能炸死了几个 房间人们说炸死了几十个 整个龙都炸他 前两三个月还是上周 刚有一个 是北京燕礁 不是北京燕礁 他们说 卖房的时候说是北京燕礁 说他妈着火了 爆炸了 你跟我说是河北燕礁 要脸吗 你们对不对 就说北京燕礁 反正不知道咱不是河北燕礁 还是北京燕礁 反正燕礁那不就 刚爆了一个吗 对不对 好 那么会不会 这双政府来了说 说这次爆炸 主要就是这个燃气管道 亵渡导致的 所以呢 你们不要用了 这东西太危险了 这东西爆炸之后 会死几十人的 会引起大量的火灾 爆炸 很多人无辜的生命 就消失掉 那咱这样吧 以后咱不吃熟食了 咱不用燃气管道了 行吗 不行 懂我意思吗 不行的 没办法 这东西是有问题吗 是有问题的 可中国这几年 出现好几次 就是这个燃气管道 这个老旧泄漏 爆炸引起的 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个 我们就不炒菜了 不做饭了 回去如熬饮血 去吃生食呢 这是不可能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问题就在这了 就是说会不会 你看他说第二点 就是说政府在进行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过程中 主要受制于通货膨胀 和失业率 那么会引起了 就是说巨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不断的 不断的加火 我不断的不断的烧烧 一定会就发生火灾 或出问题 是不是 是 但是你能不能 学会怎么去使用这个火 你懂吗 就是说这个现在货币语论 就是上帝给了你一个火种 他通过打雷 把这树烧着了 他说你 还有火这种东西 对不对 我的东西 烫手 把皮都烧掉了 对不对 你不小心 你摸一下 手都烫掉了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小了 给你手 撩掉一层皮 多了可能把人就烧死 把你房子毁要了 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事实上 给你这个巨大的一个能量 知道吧 那东西 但是你怎么去使用它 你怎么去使用它 你能不能够 就是说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受到伤害的过程当中 去学会 去使用它 为你来发挥 创造财富和能量 这就是你的本事了 你包括这个核电站 那日本 这个辅导核电站 最后倒霉了 那最后引出了很多问题 但是核电站 是不是又不能用了 你还得用 那切尔诺威力 也引发了很多问题 日本的辅导核电站 也是引发了很多问题 但是核电站 现在其实还在用 美国也在用 中国也在用 俄罗斯也在用 都在用核电站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也知道 核电站如果最后 如果出了问题 如果爆炸了 如果泄露了 千千万万的财产损失 千千万万人 可能要死掉了 但是这个核能源 你用不用呢 你还得用 对不对 你包括澳大利亚 现在跟美国买的 还是核潜艇 还是核动能的潜艇 它不是拿核当武器 是拿核当动能的潜艇 他们还是在用 那这卸掉了之后 会不会有问题 也会有问题的 你懂我意思吗 那么现在货币理论 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 会不会造成伤害和问题 会的 但是 这个核电站你要不要 哥们你还得要 他没辙 目前来讲 当然有一天 如果我们全部用 太阳能 或者风能 或者可开放能核能栏 把整个人类的能源 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核能源 我们就不需要了 未来如果有一天 我们最后创造了一个世界货币 把什么美元 人民币全部都顶替掉了 那么现在货币理论 也不需要了 但是现在你到那个阶段了 你还没到那个阶段 所以哥们你还得用他 就没办法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会造成为什么 会造成问题 会造成很大伤害 会造成很大伤害 会被你家房子烧了 会被你们来楼榨塌了 会 都会了 没问题 但是你要学会如何去使用它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这没办法 就是说拜火教 最后一定会战胜那些 不使用火的人 这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说 说美国 欧洲 日本 现在在中 现在货币理论 就是玩火者 避自焚 你看着哪天就烧死你们 把你家房子烧塌了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相信我 十年二年之后 你肯定是你老妹 肯定是他赢 你懂吗 就是你现在看 你不好说 谁输谁赢 但是过一些年 你就会发现 最后一定是他赢了 你输了 你懂我意思吗 好 就这样说 所以你在通胀和失业力的这种约束之下 在未达到通胀的边际效率 约束之前 货币化财政的能力 实际上是无限的 也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锅米 只要没煮熟 我就可以不断不断的给它加火 一直到熟了为止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受限制 我烤一块牛排 受到限制的 不是我有多少火 是牛排熟没熟 你懂了吧 不能说 比如说 我跟你说 你知道我割多少盐 就割多少盐 那我今天可能 我一磅牛肉 你割这些盐 那明天我两磅牛肉 你就说 这个盐割到什么程度 你尝一尝 你觉得 口味你合适了 就可以了 就这么个意思 好 那第三 财政对央行有政策主导权 实际上是不对的 告诉你 财政对央行 有财政主导权吗 实际上美国就没有 美国的央行 美联储 实际上就是一个私人机构 而美国政府对央行 实际上是没有财政主导权的 就从理论上来说 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 从各种方面 能够去影响到它 影响到它 但是理论上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东西 不好说 所以你在这 你质疑 实际上来讲 你的理论基础就不对 你说央行 财政对央行 在美国就没有 财政对央行 有政策主导权 并且要支持 扩大财政支出 对居民企业 进行消费补贴和经济刺激 最后达到一个什么 就是充分就业的目的 就是两点 一个通货膨胀 一个就是说就业率 那好 这就是把它的 他认为的简单的 现在货币理论的概念就讲完了 后面他就说 现在货币理论 为什么成为了欧美央行 当前的理论武器 他主要就是说 拿着当做理论武器 而且真的朝着这方向去做 为什么这样 他是由于新冠疫情 使得传统的宏观调控的手段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方面经济停摆 使得欧美国家的企业 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 和现金流都急剧恶化 同时居民失业率在飙升 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 政府的救助刻不容缓 必须你拿钱出来救 不就不行了 另一方面 疫情前 政府支出的账单 就大幅的增加了 税收却没有同期减少 为了救助企业和居民 各国政府都开启了 无源之水的天量财政刺激 在这说两点 第一个就他想象的 第一方面 就是政府救助刻不容缓 是吗 其实不是的 如果按照欧美来讲的话 应该是什么 应该交由自由市场经济 那我应该就不救助 你不行你就破产 不破产 但是他现在是这个情况 不是这个情况 欧美现在文文群就不这么做了 他现在根本就不承认 所谓周期性的这种经济了 他就是出问题了 我就救 好了之后 我如果过热了 我就冷却 所以按照他现在 这么玩上去的话 按理说就不会再出现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了 就是说我们在讲 十四危机就提到了 就是说以前所谓周期性的 是在产业资本阶段 那么到了金融资本阶段的话 实际上有可能 只要你政府调节得当的话 如果用现代货币理论 调节得当的话 实际上是不会出现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所以他政府出来就救援了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疫情前 政府支出账单 就大幅增加 税收却同期大幅减少 这个问题在哪 就是说欧美的一个情况 欧美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左派 要这个增加税收 增加福利 比如说民众党 就是左派 对不对 就是说我大幅增加企业税 和这个个人所得税 然后呢 我为老百姓的增加 为底层民众的增加福利 那右派的要干什么呢 右派的要减税 要为企业或者富人的去减税 但是右派他敢不敢减福利 就是你减税的同时 你要减福利才行 你光减税 你不减福利 你不找死吗 对不对 难以运转 对不对 所以问题在这 就是说左派上来 加税加福利 对不对 那加税老百姓不满意 但是加福利 老百姓支持 右派上来呢 减税 老百姓支持 但是减福利就不行 所以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左派和右派 在美国交替执政的时候 出现一个情况 左派上来 加福利 右派上来减税 然后最后 那肯定就崩溃了 对不对 那最后肯定就不行 所以就这样 就是疫情前 政府支出的账单就大幅增加 福利很高 政府支出很高 税收呢 却同期的大幅减少 那为了救助企业和居民 各国政府只能开启 就无盐之水的这种天量财政刺激 那按理说 政府拿钱出来去财政刺激它 应该要有缘的 这水从而来 现在没有 就干脆我 我就是 我央行 发货币 买我这个财政 发的国债 然后把我的债务货币花 同样来拿钱 就这么个情况 那面对欧美的资产价格下降和经济萧条 欧美政府已经实质上就是开启了 这个现在货币理论 就是用这个东西了 那为了解决财政赤字 欧美各国政府开始大幅放松 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赤字率的要求 那现在货币理论就成了 目前很多政策出台的一个理论依据了 所以美国这几年的国债增量 创历史之最 其中很大部分国债都是通过美联储 直接在二级市场进行买入 美联储就是美国央行 就直接把美国发的国债就买进去了 就得了 那目前各国的主要手段 就是财政赤字货币花 那这里基本上就承认的 就是欧洲美国日本 现在实际上就是在搞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我就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说所谓什么 就是说制度是派生的 出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这么做了 然后形成一个制度 然后这东西是谁想的吗 是因为根据现在货币理论去走的吗 不是 只是我到这了 然后我已经这么做了 很多人说我做的不对 然后我这样我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我 正好发现现在货币理论可以支撑我这个行为 所以就过来了 只是我现在在救市 我在救经济 我没办法 其实中国这十四危机也是 很多时候的很多东西都是在摸索 邓小平实习做了很多东西 在毛泽东实习认为是不对的 但是当时没办法 为了救经济只能这么做了 所以就发现也走通了 那就先这样 所以就是制度是派生的 美国现在也是 你懂吗 它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央行开始财政货币化这一策略之后 在传统的货币银行学家当中 看的是很危险的 这很危险 中央银行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确保央行的独立性 这是从有了货币之后 很多国家用惨痛的经验教训 得来的宝贵经验 这也是现在央行存在的法理基础之一 也是二战之后 美联储多年来坚持的基本信条 疫情冲击之下 总需求长期不足 迫持很多传统的经济学框架 最后就都失效了 那么现在货币领论 尽管存在很大的理论质疑 但是欧美央行不得不采取 现在货币领论 那么现在货币领论 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 都处于一个完全不可知的一个境地 那么以前类似的搞过 其实国民党当年搞金钱件的时候 也类似这个情况 最后也造成了严重的什么 通货膨胀 那老毛上来之后就非常担心在出这个情况 但是脚望过正了 国民党那个时候就属于什么 水太多了 这个饭煮的都煮糊了 知道吗 都烧焦了 老毛上来的是吃生的 所以我们要在两个中间找一个度 一个什么度呢 也不能像老毛这样 就天天就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也不能像蒋介石那样 就是说发太多了 水太多这也不行 再怎么寻找到一个度 就美国 欧洲 日本就在寻找什么 寻找那个火候 就我这道菜 我这个牛排 我到底是一个五成熟 是一个三成熟 是一个七成熟 我怎么口感最好 最好吃 在寻找 那里边有没有 就是说把牛排烧坏了 烧糊的时候有 那把这个当成了一个什么 是一个经验教训 去寻找我什么时候 能把牛排做的更好 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启示 告诉你 你不能再煎牛排了 懂我意思吗 那有的人 就正确的人 我牛排烧糊了 好难吃 然后我再拿一块牛排 接着烧 有的人住在牛排烧糊 之后发现不行 烧牛排这事不对 我不能再烧牛排了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你懂吗 所以美国 欧洲 日本现在寻找的 就是那个火候 这个火候到底是什么 但其实现在很多人 也不知道 然后后面开始质疑 就要警惕 现在货币理论的一些 独副作用 那么财政赤字货币化 引发了一些通胀风险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 对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此后多年 中国国内过快的 债务增长和货币供应的 副作用逐渐显现 以房价和地租为主的资产价格 都出现了持续大幅上涨 实际上有别于欧美 把通胀作为 现在货币理论 约束条件 中国国内资产价格 也主要就是房价 上涨的压力和资本的外流 才是近几年 约束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 硬性条件 这个是事实 是有一部分是事实 07年08年之后 4万亿扔还之后 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一些独复作用 但是猫着良心说 好数多还是坏手多 当时如果不扔的话 中国经济当时就崩溃了 你当时就靠这4万亿 把中国崩溃论给扭过来 你明白吗 你就是逆周期调节 有一些副作用 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这些副作用是什么导致的 你不让炒股票吗 那你说这些钱去哪儿了 就去了房市了 还有一点 你让老百姓消费吗 你没有 你这个钱分赃不云 你当时4万亿出来之后 都进了一些人的口袋了 没有平均的分给老百姓 就是什么呢 我煎了一看牛排 对不对 然后我应该用多少伙本 牛花牵熟 对不对 那好 我弄了一根的喷枪 比如这块牛排这么大 这是一块大牛排 我弄了一根喷枪 我就只烧牛排这一个角 其余地方不烧 然后最后这牛排 就在房地产照上 最后烧糊了 其他地方资金不足 老百姓不敢消费 外星手里没钱 你知道吗 然后你跟我说 就是你这烧牛排烧坏了 你知道吗 你他妈云着烧不完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别光给他钱不完了 你大家都给一点不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烧牛排烧坏了 是你的技巧不足 是你的火候不对 这个牛排不是说 我煎个牛排 拿块弄个 弄块石头 对不对 铁板牛肉 弄块石头 比如说我烧红了 对不对 这挺好吧 按理说 那这次我不拿碰枪 我弄个石头行不行 我把它整个烧 糊了一块 红彤彤的块石头 我们把牛排拿上 啪 我那一锅 开始烧 行吗 不行 真正会煎牛排的 下起之后要不断的翻 再翻一下 再翻一下 然后拿那捏捏 看看 水 把那个血水 往外摁一摁 那血水出来 你要煎牛排 煎我的牛排 你拿着一摁 那血水一出来 那香味出来了 对不对 这就煎对了 而不是说 牛排一锅就不管了 看着它 看着什么石壶 对不对 你不用这么搞 你懂吗 就是说 你这四弹一旧事 没有错 就是你拿着火出来 烧着经济 旧经济 没有错 是你这四弹一 扔的地方不对 你瞎扔 你乱扔 你没有 就是说把它平均分配 知道吗 是技术上的问题 而不是 就是说 不该做饭的问题 它整个的本末倒置了 你明白吗 所以 他说 最近几年 就是说 所以2008年之后 中国房价上涨的幅度和节奏 基本同步于MR 而每次阶段性的放松货币政策 都推动了房价的大涨 在中国两种存在的高度同步的关系 为什么 老百姓不敢花钱 那拿来钱怎么办 不敢消费 不敢给我买房子 买房子的目的是为什么 是为了挣钱 是为了储蓄 把房子当成一个存钱罐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好 你这样做 当然房价就上去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老百姓 给老百姓一个信心 然后你提供福利 让老百姓敢于消费的话 那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那么你就可以扩大什么 扩大自己的内需了 但你最后你扩大内需了 你没有扩大内需 因为还是那句话 老百姓没钱 有点有钱人都拿去炒房子了 老百姓没有安全感 你没有提供安全感 这是你 这是你政策的问题 而不是发钱的问题 你整个搞错了 然后你 然后你现在认为你倒过来了 你认为是因为发钱的问题 所以你干脆就不发钱了 老百姓现在更没钱 更通缩 你更完蛋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中国进入一个通缩阶段了 你知道吗 那么过去30年 总体来讲 由于欧盟 各国利率长期低于 就美国 美国欧洲 各国利率长期低于资本 回报率 就是说美国 欧洲 日本长期处在一个 就是说低利率 或者甚至是负利率 那么前两天我们刚讲 日本这次 就是说涨了一点点的利率 但是是一个标志性的 为什么 他以前是用负利率 变成了正利率 知道吧 那么以前 他甚至都不是说低利率 很多都是负的 日本长期几十年负利率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导致什么 就是说我借钱 有很多的好处 我借了钱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借了 日本 假如说日本是负利率 对不对 那负利率什么概念 比如我借了一百块钱 明年我再还借九十九就行了 你懂意思吗 因为你是一个负的百分之一 一个利率 所以这样 我们就鼓励你借钱 拿了钱之后 我去投资 就形成一个什么 有利于借贷者 因为利率特别低 或者甚至是负利率 那我越借钱 我对我越有好处 鼓励借借贷者 那么就是说 国家和企业都在借借 对不对 这么一个局面 那即通过廉价的资金成本 来刺激投资和消费 以较好的资本的回报率 发展经济和实现就业 那么长期的高资本回报 和低利率的差距 就加剧了贫富差距 和导致债务高企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国家是拿了钱去投资了 企业拿了钱投资了 它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老百姓挣不着钱 上面那些 能搞国际贸易的 挣钱特别多 下面这些人 就是说分的少 就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然后而且债务还高企 国家债务也很高 企业债务也很高 咱们现在定了多少度 再调高一度 调高一度 那么这个是事实 也是事实 那么在时至今日 在用进传统货币政策手段之后 最后一步 财政赤字货币化 就成为了一个 必然的一个选择 这个情况 咱们后面 咱谈提到日本的时候 咱再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什么原因导致了 日本出手太慢了 出手太晚了 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 也是一个事实 欧美现在的确造成了这个问题 但是他有一点 你要承认一点 就是说 欧美老百姓的生活 实际上这几十年还得提高 只不过上面有钱人提高太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贫富差距是相对差距 不是绝对差距 你懂意思吗 它是这么个意思导致的 然后再来看 财政赤字货币化 使得央行滥用周避税 是很容易引发了通货膨胀 危害国家信用 从货币传导的因果来看 通胀是结果 时间上的滞后余 就是说你前面的发钞 特别是大开大合的货币政策 害处很大 由于货币传导的时间 是有过程和实质的 这就使得每次危机的当下 短期货币供应过量 并没有立即引发通胀 而随着经济复苏 通胀上升就往往超出预期 就是说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现在在用的时候 你没发现有问题 等你发现有问题 你来不及了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通胀就往往超出预期 一旦较高通胀出现 再反过来收紧货币 其对经济和企业的伤害 又往往更加明显 美国就是 美国前面为了救疫情 几轮量化宽松 玩门扔钱 结果它没有预计到会出现通胀 结果通胀又急速出现之后 美国又开始十一轮 又开始升息 又开始要往回收货币 但是美国这么做 它的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美国的主要问题是 它的地缘政治问题没有解决 它偏要在 就是说搞现在货币理论的时候 同时跟中国脱钩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在通胀 中国在通缩 其实它如果不跟中国脱钩的话 美国去搞现在货币理论 是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通胀 它主要是两个一起搞了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它不一样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就是说 你这些牛排 我现在是生着煎的 对不对 我煎这个火挺好的 这次 我觉得生着煎的 口感不好 我先把牛排煮一煮 煮差不多了 煮了有点熟了 我再煎 你懂了意思吗 这次的时候 你就过火了 以前美国央行在调节的时候 是因为有中国在这儿 帮他吸纳一些多余的货币 中国在提供通缩 这样就导致美国没有通胀 但是这一次 由于他没有把中国的问题计算进去 导致他出现严重通胀了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是不是美国不应该再用 现在货币理论 不是 是以后你在用的时候 要把更多的因素考虑进去 你要考虑一下 我的牛排是生的 或者我的牛排是冷冻的 我在冰箱冷冻出来的 如果是冷冻的 我在这煎 要一个火候 如果已经解冻了 再煎又另外一个火候 你要学习的是技巧 而不是不煎牛排了 明白吗 好 接着说 那么一旦较高通胀出现 再反过来收紧货币 其对经济和企业伤害 又往往更加明显 这是人为的加大周期波动 和破坏政府信誉 而如果赤字货币化 将使得这种决策机制更加容易 此外考虑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 和外汇收支在国际中的比重 已经不能和上世纪90年代 亚中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同志而语了 中国已经不存在90年代那种依靠经济制度改革 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 就可以冲销货币赤字的可能 也不可能期望大幅进钞 而不影响中国的汇率预期和国际竞秩序 这个里边就有个问题了 我们之前讲中国十四危机就讲到 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国是什么导致的 那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生产过剩 还记得吗 那是林毅夫刚刚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 学生回来 就马上给中央写的写信 说这是典型的生产过剩了 所以当时中国因为出现了生产过剩 所以我们用这种 就是说大幅进钞 就是说生产过剩 就是说你的资产端太高 你的债务端不够 那么我们大幅进钞就出来了 然后他认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是可以依靠经济制度改革 不是的 那不是经济制度改革 实际上是亚洲金融危机 是外需不足导致的 导致你内需过剩 这个人根本没搞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那个时候 你有卖一发钞的时候 正好顶上来 就你的负债端 跟你在这顶平 顶平了 现在的情况也是 你要分析下中国目前的情况 中国目前是通胀吗 是通缩 你现在是生产不足吗 不是 你现在是生产过剩 你现在是通缩 你现在不是生产不足 不是通胀 那么你现在干什么 还是应该发钱 还应该往上顶上去 是吧 跟警方年代是 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跟你的经济体量没有关系 而是要看什么 看你到底是通胀还是通缩 就是现在货币语论 你到底怎么调节 你是正想调节 还是逆想调节 看着什么 看着是失业率和通缩 你现在是在通缩 你的失业率很高 对不对 那么你应该干什么 应该发钱 如果你现在在通胀 然后失业率很低 你应该干什么 应该要紧缩 明白吗 所以现在货币语论的时候 他的观点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一谈货币语论 现在货币语论 就只想着发钱 只有这条路 他不想着收钱 他没有收缩那个概念 你明白吗 他在污名化这个东西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只要用火 就一直往上加火 我绝对不调小火 我绝对不会熄灭它 我绝对不会不加热的 当然如果你这么思考问题 就是说我只要做饭 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加火 一直烧到最后 就烧干了为止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只看一头 他们不看另外一头的 所以问题在这 然后在这拿日本举例 说你看日本是发达国家当中 最早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国家 尽管日本的政府的债务和GDP 已经超过了200% 但是一直没有出现较大的债务问题 也没有明显的通胀 他说这是很多 现在货币支持者的论据之一 但是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日本债务都是国内为主 它发行的都是日元债务 而且都在自己的国内去消化的 第二 为什么日本央行的政府 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而没有引发通胀 是因为日本国内存在的流动性陷阱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 他没有说 我来给你补充一下 日本的所谓流动性陷阱指的是什么 是当日本的民运利益接近于零 甚至在富的时候 而物价还在持续下降 那么日本政府已经无法通过货币政策 来提振投资需求 经济陷入了通缩的一个恶性循环 即需求下降导致生产萎缩 生产萎缩致使收入下降 收入下降再导致投资消费需求不振 同时物价下跌 导致实际债务在上升 通缩预期又导致消费推迟 对经济造成长期恶性循环的打击 这个是对的吗 是对的 怎么造成这个情况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日本使用 现代货币理论太晚了 日本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被美国一笨的干下去 干下去之后导致整个当时日本经济崩溃了 日本经济崩溃之后出了很多债务 所以日本的民间也有很多债务 他们能借钱买的房子 有可能是企业借钱在融资欠的钱 政府也有一些债务 那么他们一直在还这个债务 日本就进入一个通缩 导致老百姓因为我欠债很多 我就不敢消费 我不敢消费 大家收入就少 大家创造财富也小 收入也少 那么就进入一个通缩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我们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就在这了 日本就在二三十年进入一个通缩的恶性循环 就叫什么 就是叫一个流动性的一个陷阱 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问题了 但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你越通缩 你越通缩你的钱就越值钱 你懂吧 你越通胀你的钱就越不值钱 由于我越是通缩 我的钱越值钱 导致我原先欠的那个钱就越多了 那日本政府当时就应该干什么 应该强行往里边再灌的 首先日本政府几个问题 第一个 旧市就太慢了 导致已经进入了通缩的恶性循环 其次在旧市的时候力度不足 如果你力度够足的话 你让他你这三十年 如果不是在通缩 而是在通胀的话 那么你的债务反而不值一提了 你明白吗 如果你是三十年 每年都是2%的通胀 这三十年一起上来的话 你前面欠的那些债务早就不值 你拿1.02 你弄个30平方 你看可是多少 你懂了吧 你的债务就不存在了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 就是太晚 就是力度不足 导致日本出现了这种流动性的陷阱 但是这个是个大的话题 我们先不说 咱到来现在说中国 中国现在什么情况 那这种流动性的陷阱 我终于原贾 我看来